大家好,主播慷慨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外国智慧型手机制造商苹果,面临着经济放缓和来自其国内竞争对手的竞争。 随着市场份额的下降,苹果2025年新年开始就在中国推出了罕见的四天促销活动,将其iPhone 16 Pro系列旗舰机型的价格最高下调500元人民币,折合68.50美元,以提振销量。 苹果在2024年第二季度曾短暂跌出中国前五大智慧型手机供应商之列,但在第三季度有所回升。 根据研究公司IDC的数据,尽管如此,苹果在中国的智慧型手机销量在第三季度仍同比下滑0.3%,而中国某本土知名品牌的销量则增长了42%。 但是,包括其国产品牌在内的中国境内手机出货量在11月还是同比下降了5.1%至2961万部。 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Kate发表的数据,外国品牌智慧型手机,包括苹果公司的iPhone,对中国的出口在11月同比下降了47.4%,已是连续第四个月下降。 基于Kate的数据计算显示,外国品牌手机出货量从一年前的576.9万台下降至304万台。 这一下降趋势,延续了10月份外国智慧型手机出货量同比下滑44.25%的降幅,进一步加剧了全球最大智慧型手机市场的下降趋势。 为了挽救颓势,国际大厂苹果、三星近年都盯上了轻薄载道。 苹果已经几乎实锤将推出iPhone 17 Air,厚度仅6.2毫米,依然在9月份发表。 三星则抢先一步,在1月就发表Galaxy S25系列,其中新增一款轻薄机型,Galaxy S25 Slim。 其定位介于三星Galaxy S25 Plus与三星Galaxy S25 Ultra之间,厚度相比iPhone 17 Air要稍后一点。 预计在6.5毫米左右。 虽然机身非常轻薄,但三星还为其配备了S24 Ultra同款两一化速镜头ISO Cell HP2,影像能力看齐超大杯。 核心效能方面,Galaxy S25系列首发搭载高通骁龙8至尊版For Galaxy处理器,CPU主频达到了史无前例的4.47G,比当前商用的4.32G版本更强悍。 三星Galaxy S25系列还将升级16G记忆体,这将是三星史上记忆体最大的旗舰手机。 三星这次升级大记忆体,主要原因在于AI大模型吃记忆体。 供应链方面,有媒体证实,三星显示和LG显示LG Displaying苹果公司要求开发无边框OLED面板的工作会持续进行。 苹果原本希望在2025年和2026年期间推出无边框OLED iPhone,但消息人士表示,这不太可能实现。 他们表示,苹果公司需要与韩国显示面板制造商完成技术讨论,才能在2026年推出配备此类OLED面板的iPhone。 然而,他们补充到,苹果仍在积极与韩国供应商进行技术讨论,以制造出无边框OLED面板。 三星显示和LG显示是苹果前两大OLED面板供应商。 苹果希望这种无边框OLED面板类似于其Apple Watch中使用的面板,荧幕主体平坦,角度呈矩形,但荧幕四面下延。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三星显示和LG显示需要为该荧幕侧面开发薄膜封装和光学胶OCA技术。 OCA的进展最为缓慢,因为在当前阶段它会导致侧面试图扭曲。 显示面板制造商还需要找到一种方法在侧面安装天线。 这种无边框OLED面板与三星过去在其Galaxy智慧型手机中使用的所谓边缘或曲面荧幕不同。 三星手机的侧面略微弯曲,但它们并没有像Apple Watch的荧幕那样下颜。 苹果不希望像三星这样,也不希望荧幕下颜部分充当荧幕。 小米在2021年发表的一款概念智慧型手机,其四面均为曲面,也不是苹果所希望的。 不过,在去年8月,三星显示在一次国内商务论坛上表示,正在准备面板下镜头和无边框OLED面板的概念模型。 一直以来,苹果公司对于供应链安全都是非常地注重,不希望自身所需的零部件或技术长期依赖于单一供应商。 因此,虽然苹果iPhone的影像感测器长期由索尼独家供应,但是传闻显示,苹果目前也正在扶持三星成为其影像感测器供应商。 一位执行者,周克拉什瑞,通过X平台爆料称,三星正在为苹果开发一种采用PDTR Logic配置的三层堆叠的影像感测器。 堆叠式影像感测器的背面有处理晶片,三层堆叠的意思是由三个晶片以三名之形式相互堆叠。 据了解,这种堆叠式的影像感测器的优点是,抓拍速度更快。 对于智慧型手机来说,堆叠感测器是一种理想的升级,因为大多数用户不会在静止位置等待几秒钟来捕捉难忘的时刻,他们宁愿拿出电子装置屏蔽级拍照。 据说,该感测器比索尼的X1 RS系列更出色,未来或将被苹果iPhone 18系列采用。 值得一提的是,三星也正在为其未来的Galaxy旗舰系列量产五一化素影像感测器,据说也是三层堆叠版本。 在最核心的手机AP晶片方面,今年恐怕仍然是竞争激烈的一年。 据微博大V数码闲聊站,爆料称,高通新一代旗舰行动处理器,骁龙8Elite Gen 2处理器支援,SME指令级,采用台积电第三代三奈米制程N3P制造。 主频可能将高达5G,Geekbench 6单核成绩将迈向4000分。 据悉,SME全名为Scalable Multimedia Extensions,SME指令级是ARM64构架的一部分。 透过提供更多的向量寄存器与更大的向量长度,使得处理器能够更有效率地处理多媒体与绘图相关的运算任务。 SME指令级特别适用于需要大量向量运算的应用情况,比如多媒体处理,包括视讯编码、译码、影像处理等。 绘图渲染,包括3D绘图渲染、游戏开发等。 科学运算,包括大规模数值模拟、数据分析等。 目前,骁龙8Elite CPU主频最高达到了4.32G,Geekbench 6单核成绩超过了3200分,多核成绩超过了1万分。 苹果A18 Pro单核成绩为3500分左右,多核成绩是9300分左右,联发科天机9400单核成绩为3040分,多核成绩为9600分。 在近年秋季,骁龙8Elite Gen 2虽然仍将沿用第一代CPU的从级设计,依然为两个超大核心加六个大核心的配置,但随着主频的再度提升,效能也有望再创新高。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